那我問一下我好 大哥剛剛吳明杰講的是長安計畫 那事實上台灣還曾經有過一個國家最高機密 叫做新生計畫 對 這個事情是這樣 我們因為這兩天都在講 聶榮真是中國的飛彈原子彈之父 那中國大概在1964年爆炸第一顆原子裝置 那當時就是說美國和蔣介石都非常擔心 中國在製造原子彈 所以呢 這個美軍 美國方面CIA為了搞清楚 這個中國製造原子彈的計畫的狀況 就曾經就是拜託台灣的國軍去偵查 那偵查就是最有名的是 黑貓中隊的U2偵查機 高空偵查機 在台灣大家都知道黑貓中隊了 非常有名 他們就是非常多次的 飛到中國各地去偵查 中國的軍事工業 國防工業的這個各種各樣的主要的基地 那後來他們確實偵查到兩個跟原子彈有關的 一個最主要的是在甘肅包頭 那裡的這個鏈油廠 然後就是北京的原子能研究所 那所以這個事情被U2偵查機偵查出來以後 就蔣介石就很著急說這個中共就是很明顯在造原子彈嘛 那怎麼辦 所以他就派蔣介石專門去美國 去跟當時的甘乃迪總統開會討論 說我們怎麼辦 然後蔣介石 蔣經國就提出一個方案 說你們美國派CIA幫我訓練 然後派飛機 我要準備5000個空投人員 空投到這個甘肅包頭藍州 去炸掉他們的原子能工廠 蔣經國當時這樣子 蔣經國提議的 而且是親口跟甘乃迪總統講的 那剛剛汪浩大哥講到 這幾天因為我們講到聂龍正家族 為中國解放軍發展的是飛彈原子彈核彈的故事 那你說的是當年蔣介石派蔣經國到美國溝通 而且曾經找甘乃迪溝通 那蔣經國曾經有過一個提議說 他呢要培訓5000個人 那將來可以跟著黑貓中隊 飛到大陸上空 然後去空投 然後想要摧毀中國大陸發展核武的基地 對 是這樣 所以他當時甘乃迪總統就同意了 然後呢主要是由這個CIA的局長 指派了他們駐台北的 CIA的這個代表克萊恩 跟蔣經國指派的空軍副參謀長 叫伊富恩 他們兩個人聯合組織了一個叫做新生小組 伊富恩是誰呢 伊富恩是蔣介石的親信 蔣介石1949年最後一次 從成都逃到台灣的飛機 CIA幫忙訓練空降部隊 要空降到中國大陸去摧毀中國製造核 原子彈的基地 那但是呢這個事情後來大概搞了兩年 沒有成功 為什麼沒有成功呢 是因為有一次這個黑貓中隊的油吐飛機 飛到包頭去偵查的時候 被中共的飛彈打下來了 真的喔 這個當時的兩個飛行員實際上是跳傘的後來 但是呢 蔣經國不知道 他以為飛行員也死了 飛機被打掉了 對 那但是這個事情對他整個計劃傷害很大 因為你要去空降部隊 你要去先要偵查情況嘛 那你如果去的偵查機 高空偵查機都被中共的飛彈打下來的話 就說明第一中共在那個基地周圍 已經布了地對空飛彈 對 這個事情以前蔣介石是不知道的 他們不知道中共那個時候已經有地對空飛彈 第二呢 這個你沒辦法去偵查到很清楚的具體的狀況的話 你就根本不可能派人去空降嘛 所以最後這個計劃沒有執行 沒執行的 可是沒多久中共就原子彈 就做出來了 釋爆了 就做出來了 所以後來蔣介石想想也沒辦法 這個事情就是不太成功 那後來蔣經國還想要發展核彈呢 那個是更以後的事情了 那蔣經國發展核彈 主要是在1970年代開始退出聯合國以後 他當然是就覺得很不安全了 就開始要考慮發展核彈 那後來在這個叫做好伯春當參謀總長的時候 他們曾經是花了大力氣到各地去 剛才講到以色列嘛 還到其他各個地方去收集這個無論是情報也好和這個材料也好 通過中科院要發展核武器計劃嘛 那這個當然後來大家都知道因為這個有叛逃嘛 美國不讓他發展嘛 這個最後沒有發展成功 但是這個蔣經國他一直是對於中共的核計劃是耿耿於懷的 這個一直是覺得這個對台灣的最大威脅 特別是蔣介石自己說 中共一旦原子彈核爆成功了以後 他就說這個反攻大陸就無望了 你不可能再反攻大陸了 你如果真的要反攻大陸的話 毛澤東一個原子彈把你國境就全部消滅了 所以這個事情大概在1965年以後 蔣介石實際上就已經放棄了軍事反攻大陸的計劃 可是蔣經國後來還是力主要推動核能電廠 然後發展核彈 就是說蔣經國事實上對於這個事情 儘管後來是有叛逃的變數發生 可是本來他是有信要做這樣子 是的 是的 那個核能電廠當然是對經濟發展是有幫助的 當時這個解決電力問題 但是同時也是為了軍事發展做準備嘛 從技術上達到一定的水平嘛 然後這個但是某種意義上美國也是這麼考慮 就是跟蔣經國說我支持你發展核能電廠 但是你只能民用你不能軍用 那個所以這雙方是跟美國是有某種妥協的 就是說我允許你民用核能 但是我不允許你發展核武器 對 這個造成了台灣始終就沒有能夠發展核武器 這有關係 補充一下剛才這個朱月中講的這個中國人民銀行的這個金融穩定報告 這裡面的一個數據就是說現在中國居民槓桿率達到65% 所以什麼概念呢 就是說中國的一般老百姓家庭的負債的總和 佔GDP的65% 這樣一個概念 那具體到具體的城市 有十幾個城市 它的這個居民槓桿率已經超過了80% 特別像杭州這個城市已經超過了100% 那超過100%是什麼概念呢 就是2008年美國房地產的金融危機 就是當時美國的居民槓桿率在一些州超過了100% 所以底特律破產啊 底特律就是一個地方城市破產的故事 所以就像什麼深圳 像這個溫州 像杭州 像上海 這些主要的重要的城市 都已經超過了80% 那始終最高的是杭州 那所以就是阿里巴巴在那裡 就是他們整個城市的人都已經借債借的超過了杭州的GDP100% 這樣的一種狀況 所以這個中央銀行就很著急啊 說這個溫數字很危險 為什麼 所以摩天大樓蓋不下去很合理 是啊 很合理 是啊 因為中國居民的整個負債率這麼高 中國居民的收入全部用來還債了 那這個數字是什麼呢 就是跟一般聯合國公部的這個發展中國家 平均水平只有35%左右 中國是聯合國公部的發展中國家的負債率高一倍 這是居民啊 還不包括企業負債 還不包括國家負債啊 所以整個問題是極其嚴重